如果你的吉他已經呈現走音了 或者是你不知道你的吉他是不是音是準的 但又沒有調音器 你可以換另外一個方式 現在來說明 即使沒有標準音 但是你的弦與弦之間 它的音高的落差是正確的 這把吉他基本上六條弦的聲音都還是可以平衡 我們先了解到 吉他的第六弦 就是最初的這條弦 跟第五弦之間是有一個音高的落差 第五弦應該要比第六弦的音高 要高了一個完全四度 那具體的說是五個半音 第六弦的第五格這個音 應該要跟第五弦的開放弦 這兩個音是一樣的音高 所以你需要用你的聽力來判斷 我現在來試一次 現在來聽第六弦的第五格這個音 在練習的時候 你要盡量的用你的聽力去記住剛剛這個音高 再一次喔 現在我要來彈奏第五弦的開放弦 聽聽看這個音 這兩個音準基本上已經非常接近了 我們現在來講到第五弦跟第四弦之間 它的音程一樣是差別一個完全四度 關於完全四度或者是幾度音這個練習 我會用另外一支影片來為各位說明 那完全四度的實質上的音程的落差是五個半音 所以第四弦應該要比第五弦還要高五個半音 第五弦的開放弦再高五個半音算下來 會是在第五格這裡 聽聽看這個聲音 我們來聽聽看第四弦的開放弦 你會注意到雖然這兩條弦的音色不太一樣 我剛剛談第四弦的開放弦聲音比較溫暖 但是它的音高跟第五弦的第五格是一樣的 接下來是第四弦跟第三弦的音程 它的音的落差一樣是五個半音 所以第四弦的第五格跟第三弦的開放弦 音聽起來應該要一樣高 我們來檢查一下 第四弦的第五格 現在聽聽看第三弦的開放弦 接下來第三弦跟第二弦的音程的落差比較特別 是差別應該是四個半音 所以第三弦的第四格這個音跟第二弦的開放弦 聽起來應該是一樣高的 我們來聽聽看第三弦的第四格 現在聽聽看第二弦的開放弦 再來是第二弦跟第一弦的音程差異 再來是第二弦跟第一弦的音程差異 又回到了五個半音 所以第二弦的第五格 我聽聽看 我再大聲一點 現在聽聽聽看第一弦的開放弦 基本上我剛剛這樣子測試下來 這把吉他目前的音 他的弦跟弦之間的音是處於平衡的狀態 那是不是標準音就不得而知 因為我沒有那麼精準的絕對音感 然後我也沒有實際上拿那個調音器來對照 但是由於他每條弦之間的聲音是和諧的 所以這樣子就可以用來自彈自唱 或者是用來彈奏一些音樂 但是如果跟你一起演奏的還有其他的樂器的話 大家也都沒有調音器 你們就必須要以一個人的音準為基準 例如說以我手上這把吉他為基準的話 請其他的吉他手 或者其他的樂器 他的調音調到跟我這把琴的聲音 是在一樣的基準上 例如說這個音照理來說 第六弦的開放弦應該是E 但我不確定他是不是準確的E 不過至少其他的樂器的E這個音的位置 所演奏出來的pitch 要音準要調整到跟我這把吉他的聲音 不知道準不準的E 聽起來是在一樣的音準 這樣子大家在演奏的時候 就可以比較容易達成協調的狀態了 很久不見了 不張開放弦 太小了 太小了 很久不見了 太小了 太小了 很久不見了 這次是